為什麼 接下來請建成追 台積電VS台股 秀一下半框 建成請上來 我剛剛說了 台積電今天跌了13塊錢 扣掉台積電拖累大盤 拖累大盤大概100多點 104點 104點這麼一扣 大盤今天是漲42點 如果把它秉除在外的話 所以大盤今天 有沒有弱中透強的味道呢 來 您怎麼看 有 我想台積電 照你說跌那麼重的話 台股應該跌超過100點以上 是更多 結果今天只有跌60點 代表確實有弱中透強 應該扣除掉台積電今天下跌 應該是要收紅的嘛 就弱中透強 但是看到台積電這種模式 再加上今天漲 紅海建造漲停 核碩建造漲停 這叫下游的廠商 我們秀一下分好不好 2317我多久沒看到你亮紅燈 這把所有人嚇死了 2317漲停板一度啦 對 117漲停板 雖然沒鎖住啦 但是呢 紅海再來 核碩 核碩漲停板 從上游漲到下游 權重股可能今天的走勢 會可能短線上步入陣仗 資金可能會轉到中小型個股來接棒 可能最近就會再做一個轉換的情況 這句話玄外之音 從台積電聯發科的上游 漲到了2317核碩的中游 中下游 然後高價股領漲這些 紅海 核碩 比價效應 對 兩層含義 對 所以接下來我會覺得說 中小型個股有可能接棒 當然今天的K線是收紅的 對 秀一下半框 這就是我要問的 指數收黑 K棒收紅 那這什麼時候呢 不過十字要不要怕轉折呢 好的 今天收紅 這個代表盤低階買盤很強 這第一個 而且量還有3800多元 低階買盤 對 但是第二個來看的話 今天高點沒有過昨天高點 又留十字線 代表說這邊會拉鋸 多空拉鋸 所以我剛剛才會講說 權重股可能這邊會休息 就是可能會嵌入盤整 可能嵌入盤整 但是這盤整沒有關係 多頭的火種量是夠的 中小型個股就會開始加溫 我們看一下量囉 接下來要怎麼去觀察量 我想量的部分 現在看元月開春以來呢 都在每天成家三千億 沒有低過三千億 所以起碼你要三千億 代表人氣是OK的 就多頭基本量 對 但是千萬千萬 不可以過四千億 而且收費 今天我很怕一開盤 哇 預估量五千億啊 台積力又那麼弱 我很擔心一個黑K棒 我跟你講我現在都不怕了 前幾天我會怕 以前這一段時間都是這樣 開盤爆出四千多億的大量 然後我不知道這個台股怎麼了 變得好聰明 好健康 出場過後都會亮素 說到我告訴你 四千億絕對不會超過 那就是吻合健康量 對 大家這個盤就自然而然被控制住了 請問一下為什麼大盤現在變那麼樣的健康 為什麼控制得那麼好呢 因為大家有共識啊 如果量太大的話 可是股市怎麼可能會有共識 因為覺得量好大喔 大家會保守一下 不能太大量 大家進出的動作變緩了 量自然而就縮下來了 也就是股民大家全部變聰明了 對 變聰明了 好 我想這個是法人也好 大戶主力也好 一般散戶也好 講到散戶 大家看融資最近真的很多 是不是全民接股啊 講到融資 這是我特別問建成的 好恐怖喔 一天大減 蜀方減隨時才減了 融資大減是好事喔 就沒想到隔天 昨天晚上又大增了 所以融資一天大減 一天大增 您做個解釋 像這技能大減大增的技能都蠻大的 對不對 這代表不是一般的螞蟻雄兵 絕對是大戶主力有實力 有用融資買嘛 對不對 前一天可能有壓力 擔心國際上什麼變數 美股有什麼變數 比較害怕我會減掉 我先光晃 後來看 沒事其實大盤開高走高之後 我就追進去了 用融資買嘛 所以您研判 現在用融資都主力大戶 主力大戶 這個論點跟屬房解釋的一模一樣 所以回到剛剛的字卡喔 那我要問喔 告訴你有錢人 主力大戶用融資 他們多數是贏家 他是聰明的喔 那我就不怕囉 對 不怕 而且代表大戶主力都在裡面嘛 這個熱度就還存在 你就不要那麼擔心 當然呢 外資的態度很重要啊 現貨以下也是糊塗或枯空 那期貨進空單也蠻多的 但是台幣 我去觀察 是否最近大概尾盤都會扁啊 這個收扁一下 28塊半關鍵 扁破的話 可能外資的動作就會變小了 查問一下K囉 台幣只要不扁破28.5 今天也是收扁的喔 你們看 都有點收扁的味道 所以如果28.5沒有扁破 那就安心 對 我想這個資金的行情就存在了 好 感謝介紹非常謝謝您了 大盤今天從您手上 讓股票安排安全幫您進行檢視 台積電果然讓大盤有點入宗透牆 觀察的重點囉 謝謝建成 辛苦他了 接下來我們還要繼續追 也是幫您做的 台積電秀一下它的分跟K都OK 齊分姐請上來 台積電喔 股價平創新高 今天呢 是592了 一張也要59萬2 誰有錢買得起啊 這小白很聰明喔 股市小白就在問瑞涵姐了 來請看 那你問瑞涵姐 我就問齊分姐囉 股市小白說 那買不起它 我買那個裡面包了台積電的ETF 行不行 你看這麼多檔喔 0052-6208-0050-00692-00530-881-00850 就是這幾檔都有台積電 那台積電比重不相同 那請問我沒有那麼多錢可以買 該怎麼挑 好 沒有錯 我覺得是現在投資人真的很聰明 就是說買不起一張台積電 那我買ETF總可以喔 所以我覺得這確實也是一個好方法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喔 哪些ETF台積電的含金量最高 好 那當然第一檔就是富邦科技啦 因為它的台積電買了73個percent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等於就是它全部幾乎就是台積電了 好 所以這是一檔 那另外呢 其他的這幾檔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在四層到五層中間 元大電子富邦公司治理元大台灣50 富邦台50 對 好 所以這些的話 就是幾乎台積電是佔了一半 所以這樣子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參與到一半 所以這個也可以考慮 好 那另外還有兩檔呢 其實它的比例稍微低一點 那它大概占三成 那低一點也不見得就是 完全搭不上這個列車 覺得還是有機會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幾檔 它這段時間整個股價的表現 事實上大家是差不多的 大概在9個percent到10個percent左右 那只有少數的話 可能稍微高一點 所以其實整體來說 看起來這幾檔也都可以搭上台股列車 所以囉 趕快看幾分解的資料 那我該怎麼挑啊 好 那當然就是說 剛剛第一個 我們先從這個台積電的比重來看 那當然就是富邦科技占的比重最高 可是它股價也很貴 122 所以說應該算是12萬多 我其實也是稍微有一點吃力 但是它其他還有很多可以選 那除了台積電比重之外 我覺得大家可以再考慮 其他前五檔股票的持有成分 那來看看說 他們是不是真的有差異 那其實大家認真去看的話 其實大部分前五檔持股 就是這四檔 就是聯發科 鴻海 台達電跟聯電 其實差異不是很大的 那其中可能只是說 比例上有一點差異 那但是其中有兩檔 可能差異稍微大一點的 就是這檔富邦公司治理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台塑化 中華電 所以它的話 它比較分散 有點傳傳的味道 對 它的產業稍微比較分散一點 還有另外一檔 它是很集中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一檔 新發的這一檔 國泰 台湾5G 它的鴻海就占了12% 然後它的聯發科也占了12% 那有道理啊 因為這5G晶片 這是5G基礎建設 對 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台積電三成 然後再加這兩檔 那是不是也五成 對呀 對呀 所以說 也不是說台積電少 就完全不可以參與 因為它這個目前也是 這個算是主流 我告訴你 每檔我都好想要 你看這個股息殖利率 就是它配息率就像我們股票的股息殖利率 3到2%都很好耶 所以該怎麼挑啊 好 那當然股息殖利率 大家真的看起來 就是說從剛剛股價漲幅 大家知道說最近今年以來就漲了12%了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股息殖利率實在是不怎麼樣嘛對不對 沒有到人家所謂的5到6% 因為股價創新高 股息殖利率是不是掉下來的 是 好 但是就是說也是不錯啦 但是然後大家的配息方式 有些人是半年配 有些是年配 是 但是整體來說 我這個都是用年化的配息率來算的話 大概一個水準就是3%左右 跟你講半年配就一年配兩次囉 對 對 對 不過剛剛齊芳姐那時話都讓我聽懂了 如果它股價漲很多 股息殖利率掉的比較多一點點 那我幹嘛要長報 我可以賺資本利得啊 是 就是說以現階段來說的話 以台股來說的話 其實股息殖利率可能是比較次要考量 那麼股價還有沒有續漲是比較重要 好 所以我們究竟除了這個持股 大家有一點差異之外 還有什麼角度可以來挑選 就是說這幾檔ETF究竟該怎麼投資 我們可以再稍微再思考一下 第一個我們當然還是最重視的是 股價成長性 因為那個當然就是台積電 也許最近整理整理完以後 如果它還有機會再往上攻 那當然大家還是會認為說 股價上漲的動能比較重要嘛 所以我真的要來買 還是要看說股價會不會成長 那第二個我們才會去考慮殖利率 跟它的穩定性 所以這個考量是比較次要的 先看這個 未來性如果很夠業績持續成長 是 好 那當然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真的在做投資的時候 也許大家還要稍微留意一下 整個基金規模跟它的成交量 就是好不好進出 那以其實剛剛那七檔來說的話 事實上就是只有一檔的規模是比較小 然後成交量比較小 我們回到當地沿途好不好 哪一檔量稍微少一點點 基本上我們這樣中量都滿大 好 就是這一檔 它的整個規模它只有3.1億 它非常的小 所以它每日的成交量是比較小 但其他的幾檔其實都還可以 都還都在50億以上 對 50億很大 對 都很大 那代表這個成交量也大 你進出方便了 是 好 所以看好了 最後一張 齊芬姐幫大家分類 也就是我要去買包了台積電的ETF 因為有人漲很多 所以你可以積極賺 賺波段 你也可以買了只進不出的穩穩賺 定期定額來請教 好 那在這個 如果說大家想要比較穩健 剛剛也考慮說配息 還有產業比較分散的話 那我個人是認為說 如果你想要定時定額穩穩賺的話 其實你可以考慮這兩檔 一個是富邦公司治理 一個是元大台灣ESG 為什麼呢 其實我有去追蹤這兩檔ETF 它的波動性是剛剛那七檔裡面 相對是比較小的 還有那當然這個股息之一 我們剛剛也說了 還有一個他們的價格 其實目前也不是很高 所以用大家用來做定時定額 其實也還蠻容易入手的 所以齊芬姐 如果00692跟00850 我每個月挑一天 然後另一天就300030003000 這樣買它就可以了 是 如果說大家想要對一個 長期的儲蓄投資 這個是還可以考慮 另外可能有一些投資人說不行 我就是要短線進出 我就是要衝衝衝 所以這樣子的話標的的話 我是會建議大家說 可能這兩檔可以留意 怎麼說呢 第一個就是富邦科技 它雖然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今天的目的 真的只是為了要追台積電 那它是最純的 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去觀察 台積電的股價走勢 你就比較可以知道說 你這一檔你要不要進出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要衝衝衝的話 這個是可以留意 雖然它的價格 還是算是比較高 但是大家可以 就是說真的要把握 台積電行情 這個可以留意 那另外的話呢 這個台灣5G的話 我個人也是認為 它也蠻適合做一些 就是波段操作 因為它除了台積電 剛剛我們說台積電 聯發科跟鴻海 其實這三檔 就是佔它的比重是特別高 所以它整個看起來的話 如果說整個台股的大盤 在動的話 我覺得它也是有機會的 所以就是說 如果真的要做 波段照做可以考慮 可是大家可以留意 我們通常會認為說 如果它的KD 只在90以上的時候 你是要留意賣點對不對 不是說立刻賣 大家要早賣點 那如果在90以上 然後又KD交叉向下 那我覺得你最好就是保守一點 因為之前專家交過日KD 如果在80以上 叫做超買過熱了 如果在死亡交叉往下 那就更麻煩了 會做修正 現在都差不多95了 真的 好 另外如果它跌下來 什麼時候要進場 如果它跌下來之後 可能跌到40以下 有的人是說要等20 有時候像現在股市很強 也許等不到20 那如果它還40以下 然後KD交叉向上 那其實你就可以去找買點 那其風姐我問一下 像這種積極賺賺破斷 我也可以定期定額先買 買到覺得我覺得賺夠了 在500股 100股這樣賣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如果說你先前已經有些部位 然後但是這個是金額比較高 我不曉得有沒有可以足夠 分批賣 OK好 謝謝 請問姐感謝您了 跟您報告 如果您要確定定期定額買零股 像這種你就要在富邦證券開戶 然後你要在元大開戶 在元大定期定額買不太到 如果它是定期定額扣 買不到富邦 富邦買不到元大 之前我已經開戶過了 還有像這種也是相同的 總之你去買包了台積電的ETF 當然可以 可是策略應對 積分解交得好 是完全不一樣的 看你想要什麼 自己的屬性 進廣告回到現場 這個不是你想要什麼 是全世界大家都愛 因為從消費性電子展 可以找到未來科技產業 發展的趨勢跟方向 CS展三大亮點 剛剛咱老師說得好 新晶片 MINILED TV 還有公務院給我們大賭家 智慧醫療網 台灣防疫全世界No.1 所以國際很重視 馬上回來